園林 住了拳台最多一萬夫 發展最近已經將近三百年歷史的拳台第一鎮 你平常早餐都吃什麼 要吃 那個一定要吃 都會想要吃什麼 今天 陳志就來園林 對加剛也玩你娘 加沙等 按讚跟訂閱是一定要的啦 我們會陳志感謝您 我是陳志 我是陳辰 歡迎收看今天的 今日外出租 我已經搬來園林了三年 但是我每次來園林 我都不知道要吃什麼 怎麼會 園林明明美食就是 是啊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 隨即抽問三個園人 看他們一天三餐到底都吃什麼呢 我希望我們今天第一餐不要是 沒有 我們說園林的很多人早餐都是 對 因為在這個地方 很多人早上是吃鹹的喔 我們現在就來到了園林的第一集餐區 我們來抓人問看看吧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到第一市場的門口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今天第一餐早餐 到底要吃什麼呢 我們現在來尋問路人 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想要問一下園林人的早餐 到底都吃什麼 你要問我 你會錯人的 早餐要問我 好好好 你要問我 真的啦 你錯人 吃麥也錯了嗎 吃外面啦 好 欸 這個攤販老闆娘 看起來好像是 臥虎長榮的園林人 老闆你講是 在地人 我在地人 普三處長五十幾年了 都住在園林嗎 都住在園林嗎 我想要問一下 你平常早餐都吃什麼 烤肉 你再說一次 烤肉 我沒有愛 烤肉飯 出現了 真的 你是說真的嗎 真的 我講真的 我每天要吃烤肉飯啊 那有沒有哪一家烤肉飯 你最推薦 那個烤肉飯啊 不是說特別好吃 就是新鮮的感覺 烤肉飯的老闆 請先不要看 那常常 不開了 那我們今天就聽老闆娘的話 我們去找烤肉飯 那四點半就開始啦 可是早 那大概十點就賣完了 十點就賣完 所以你這個時間來 你根本找不到他 在收燈呢 現在要吃烤肉飯 烤肉丁 去取找 烤肉飯 對 想到我們 一語成稱 不要吹 我們只能認了 早餐吃烤肉飯 要說得好啊 這邊很投心耶 湯竟然是可以免費取用的喔 而且它有兩種口味 一個是蘿蔔排骨 另外一個是味噌 我用了肥肉 瘦肉還有一口飯 怎麼樣 欸瘦肉很好吃耶 肥肉的話入口即化 入口即化 它整個化開超強 這個滷的醬油的香味 哇 那我一定要吃看看喔 天啊 我已經好久沒有早餐吃飯了 而且還是控罵笨 去餐吃鹹的 我台北人來說 我覺得蠻奇怪的 是不是 都真的化掉了 真的不誇張 因為你的牙齒 散開來 而且一點都不油膩 我本來以為會很重 是清爽的 而且不會過鹹耶 那種早餐真的是 可以給過耶 而且它滷的非常的透 想當道地人 想當道地人 欸你就要吃 酷辣 好現在我們的時間 已經來到了12點了 差不多要來吃午餐囉 原嶺人在哪裡 你改上原嶺人有嗎 對 請問大哥你是原嶺在地的嗎 原嶺生的 很多人都說原嶺的美食很多 你認同嗎 認同啊 原嶺人的驕傲 太好了太好了 那我們要問一下大哥 你午餐都吃什麼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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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起來年輕 你現在幾歲喔 我71 人家說台灣人 男人齁 有四件事情要做 第一件事情 登玉山 第二件 橫渡日月潭 第三個 要騎一腳大車 環島 第四個 要尬罵 要去遭境遺址 你台灣男人 有沒有聽到 那我們現在就來到了 玉山大哥 推薦我們在圓林市 國外路上的 拉尼 他說他指定這個 俠俠 俠這一家 他說圓林人 一定要吃 但我發現其實 拉米好像就是 我們台北的 叫做 切拉米 他其實就是油麵 上面會放上一些韭菜 是油蔥的湯 這邊的流行的正統吃法 我看大家都是 點入碗麵 賣的黑白切 我剛剛發現它為什麼叫 拉仔麵呢 我一直這樣 一直這樣拉 如何 非常的順 我覺得很好吃 就是很清爽 他配小菜 就乾臉啊 好好吃喔 是不是 他好清甜喔 對 好好吃喔 我發現他其實 如果不配任何東西 他就是一碗很好吃的麵 所以他的湯頭 非常的甜 好好吃喔 好讚美 好來尋找一下圓林人喔 在哪裡 妹妹你是圓林人嗎 圓林人 你晚餐如果在圓林 你都會吃什麼 大方圓林 好 謝謝妹妹 為什麼不問了呢 弟弟不好意思 你是圓林人嗎 都會想要吃什麼 大利麵 哪一家的義大利麵 哪一家的義大利麵 之前那邊有一家 那 哈哈哈哈 好可愛 弟弟好像當機了 好歡樂啊 好的小朋友啊 欸 原本好像有個弟弟喔 我們來問一下他 但他晚餐喜歡吃什麼東西 請問你是圓林人嗎 你晚餐最喜歡吃什麼 你晚餐最喜歡吃什麼 只有拌飯比較多吧 那你們推哪一家 妹妹好像也當機了 他問我在幹嘛 我們在拍youtube 第一市場那邊 有一間叫警示豬油飯飯 那一間很好吃 其實是叫緊啦 你們有在看youtuber嗎 那你要不要加我們 他在考慮 為什麼要考慮 妹妹你看到我們 不會想要加訂閱我們的頻道嗎 都可以 都可以 哈哈 我想說考慮要不要跟交我的頻道名稱 弟弟你問我什麼 你是平的還是有錢的名稱 你知道為什麼啊 因為圓林有三多 常多 現實多 有錢人多 弟弟 你怎麼會這樣問我 因為有趣 那你不要訂閱我 好像很勉強欸 弟弟說不要訂閱我 來吃東西嗎 OK 我相信你 大哥大哥哥拜拜 我們兩個都很帥對不對 對 我跟你交朋友 你是被這麼多國小生包圍 我這邊哪一家 八方雲錡 我是八方雲錡 八方雲錡 你是小朋友國小生的最愛嗎 五級班限制 不能吃 蛤 五級班規定要吃八方雲錡 沒有 教育部是不是要查 國小妹妹和我們推薦 她說在第一市場 的這間豬油拌飯 圓林人的美食 都在第一市場 我看過她的Google 評論非常的高喔 菁蘭家 哇這個就是菁蘭豬油拌飯欸 娘啊她是推薦我們一定要點她的半熟蛋 我把這個蛋黃戳破 讓它流下來 上面還有蔥跟一個 是油蔥酥欸 那我趕快菁蘭 菁蘭 黃跟這個豬油整個融合在一起 看起來好好吃喔 好香喔 包圍著那個蛋液 進去 又有蔥的香氣 好好吃 哇塞 真的會聽不下來 她的飯是 粒粒分泌 而且完全不軟蛋 煮得非常的剛好的那一種 但總之我覺得她蛋吃呢 跟那個豬油整個融合在一起 攪拌在一起 交織出一個完美的調香 耶 這一定好會講喔 對妹妹講得很準 這家我覺得真的要來 今天吃了一整天之後 我真的覺得園林的美食 真的太厲害了 如果你問我 我最喜歡吃哪一家的話呢 我會說 晚餐的豬油拌飯 因為呢 我最喜歡飯煮的 粒粒分泌的店家了 那如果你問我 我最喜歡哪一餐 我最喜歡的是中餐 拉米 因為它讓我相信 台北的黑拉米 有一種懷念台北的味道 感謝你收看這期影片 請記得一定要幫我們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陳陳 阿志 歡迎你來園林玩 那今天關注中 我們下一集見囉 下次見 掰掰 謝謝 謝謝你們的美心喔 掰掰 好 謝謝 好 沒問題 謝謝 好 按你們小心喔 好 謝謝 謝謝你們 掰掰 小心喔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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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